抗衡中共威胁澳学者 建议沿海部署核弹 澳洲国立大学ANUR派学院的副院长佛女林斯蒂芬·弗林 建议澳洲政府不要再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 应该在沿海部署短程和导弹 抗衡中共示意图路透资料照 中共在南海各岛礁的各种军事化行为 不仅在南海填海造陆 更在岛上进行一连串军事工程 澳洲国立大学ANUR太学院副院长佛女林斯蒂芬·弗林 建议澳洲政府不要再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 应该在沿海部署短程核导弹 抗衡中共澳洲广播公司ABC报导 自20世纪初以来 澳洲一直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寻求庇护 并顽固地停止讨论 禁止制造核武器 但如果澳洲继续与美国结盟中共的威胁 可能会升级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 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副院长佛女林 考虑了不能想象的选择 认为随着中共的影响 澳洲应该拥有核武自我防卫 佛女林表示 澳洲连绵不断的海岸线 是其具有独特的定位 为战术性短程核武器的理想阵地 可用于防御来自空中和海上的威胁 她说在公海的空战和海战中可以使用核武 就不会产生像传统武器严重的附带风险 澳洲可在战争时期建立一个海上禁区 以增加企图对澳洲进行重大攻击的任何国家军事风险 她认为如果澳洲要启动核武计划 可能会影响美对澳洲的情报 武器和技术支援林国印尼也可能效仿开始生产核武 但澳洲政府应该严肃看待开发核武的问题 必须真正感受到来自亚洲的强大力量的威胁 评估核武能否真正解决澳洲未来的安全问题 而不是逃避核武的选项 感谢观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